今天的生活懒人包来看看中南部水情严重吃劲 各地湖水陆续干涸 不过在台南的牛浦农堂水流量却是相当的丰沛 原来是当地前里长陈永和未雨绸缪 他早在107年就向政府申请要清除农堂的淤泥 让现在农堂可以保有充足的水资源 而他也在这个月向水保局争取开放农堂的水 给农民灌溉还有公厕来使用 解决民生危机 中南部水情吃劲 各地不管是湖水或是池塘都陆续传出干枯灾情 不过台南牛浦村这座农堂水流量却相当丰沛 还有鸭子在湖面细水 原来当初前里长陈永和早就未雨绸缪 在任内期间除了积极向水保局争取清除农堂淤泥 也利用道路施工建造了山泉水收集池 如今干旱严重全部排上用场 农堂在去年树通完成再庆除淤泥后目前储存了不少水 而陈永和也在这个月向水保局争取 开放农堂提供在地农民灌溉以及公共厕所使用 解决民生危机 好成地表最強里長的陳永和 這次為補先知 看見缺水危機 再次證明最強里長 果然名不虛傳 這位黃富奇台南報導